入境署首次成功檢控 經由機場闖關的內地孕婦 涉事的26歲雙非孕婦 被控管有虛假文件罪 以及作出虛假申述罪 兩項罪名 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 被裁定罪名成立 雙非孕婦被判監8個月 據時說在今年的8月29日 這個大婦和親友一起搭 港龍航空當日的最後一班客機 由廣州到香港 在晚上11點半鐘底部 她在機場出示醫生證明 俄稱有了BB28個星期 不過入境署翻查紀錄就發現 她在6月時也曾在羅湖闖關 但就因為沒有本港分娩預約證明 而被她入境 當時聲稱預產期是9月5日 這個大婦之後也承認 已經有了BB38週 而有關的醫生證明是買回來的 屬於虛假 入境署最終因為人道理由 被一個大婦留在香港 她在今個月的8日生了個BB仔 入境署獲 今年頭8個月 成功截獲近3000個 沒有分娩預約證明的內地孕婦 大部分經由陸路來到香港 經由海路入境價大約有50宗 乘飛機來香港價就有11宗 但就看不到 乘飛機闖關的內地孕婦個案有上升趨勢 我們會知道不同的人 他們可能都會在不同的口岸 適合入境香港 其實我們在不同的口岸 我們都會嚴重深採這些內地孕婦 至於屬於流權問題 就是我們會跟回 基本法所規定 如果一些中國職業人士 所在香港生的子女 可能會向入境處 我們在出生根記處的同事 也會根據不同的個案 去看回他們 在香港出生的人士 是入境處的 根據法例 任何人士向入境處職員 作出虛假身術即屬違法 一經定罪 最高可以被判罰款港幣15萬元 和入獄14年 而管有虛假文件 最高也可以被判罰款港幣15萬元 和入獄14年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